要说呢 皇上既是恨他 就一刀砍了他 我不说什么 可你要知道 做臣子的 也许有不对的地方 但最不对的 头一个就是你 亲爸爸训斥的是 皇上看爆了吧 秦爸爸 这都是伪诏啊 这个我知道 量你也没那么大胆 不然 你设的就不是袁世凯 而是你亲爸爸了 儿臣不敢 你是不敢 可不等于你心里头没有 看看杨人是怎么说的 光绪皇帝是维新派 慈禧太后是保守派 光绪代表清国新制度 慈禧太后代表旧制度 这个说到你心里去了吧 亲爸爸 这些都是康有为在海外造的谣 在你心里头 你那个心肝宝贝 康有为很不错吧 你应该再颁个诏书 让他回来整我呀 躲在外头算什么本事 李连英 奴太在 这些个小太监 就知了教授皇上玩乐 不能让他们在这 派几个稳重地伺候皇上 这 皇上身子有病 让他们伺候皇上多歇着 亲爸爸 儿臣没病啊 儿臣没病啊 亲爸爸 有病 还病得不轻 儿臣没病啊 亲爸爸 圣躬为和 调养江西 严寐所有圣殿典仪 君酌停止 亲子 儿臣 儿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请 怎么样啊 从脉象上看皇上无神大病 无神大病 那太后叫你来给皇上 瞧什么病啊 还请了那么多名医 德公公从脉象上看 去去去去 你说呢 德公公 皇上想吃点什么 就吃点什么吧 这么说 皇上有病病得还挺重 你把它写下来 现在就写 是 这份宫请费力哲奴才与徐师傅写好了 满朝文武都签了名 荣禄呢 李鸿章呢 荣中堂没有签 李鸿章没了官职 所以 徐医给皇上下了诊断 气须体亏 病得不轻啊 恐怕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 九百九十八 九百九十九 太后 又是九百九十九步 歇会儿吧 小李子 这 你还记得吧 李鸿章有一次 也扯了这散步的事 奴才记得 李中堂说呀 他散步没什么章法 只是把身子走热了就可以了 太后您散步 那是合福天数的 九九归一桶啊 这把皇上给废了 立哪个当皇上啊 这 这 折子你们拿回去 有公布听听荣禄的 还有外省都府刘坤一 张之洞等老臣的意见 听听他们怎么说 奴才明白了 脱太后红服 老臣得以周游列国呀 你倒挺悠闲啊 这 老臣倒也没闲着 红尔说呀 太后就爱个新鲜玩意儿 红尔这丫头 倒没把我给忘了 这东西干什么用呢 这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啊 他能看到 眼睛瞧不见的东西 他能看见 小李子 这 找点什么东西 咱们瞅瞅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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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行吗 这个也大 李公公 你找一个 比如头发丝什么的 那小李子 你从我头上 就不是头发下来 那哪成啊 要揪也得揪奴才的 太后请看 什么也看不见呢 您把眼睛放低一点 放在这孔上 还是看不见 怎么这玩意儿 小李子 这 你这头发里 怎么有活物啊 你找狮子了 不会 那怎么会呢 您看这 那你自个儿瞅瞅 这 这 乱爬乱动的 李中堂 你搞的什么鬼呀 太后和李公公看到的东西啊 那叫 微生物 这东西呢 肉眼是看不到的 那他怎么能看见呢 那是啊 西阳呢 管这叫显微镜 小的东西啊 可以放大 看不清的东西呢 放在这底下 那就看清楚了 这就是 见微之助嘛 要我看哪 你李中堂 不用这显微镜 你就见微之助了 这 去年 康党还没闹起来的时候 你就躲了 我还是让你出了羊了 可我告诉你 现在有人弹劾你是 康有为一党 你还是没躲过 老臣就是康党 去年 务虚违心 老臣没能亲自参加 可皇上和康党的一些新政 正是老臣想做 而几十年没有做成的 老臣侥幸没有能够成为康党 可老臣的心里 那实实在在的就是康党 李洪章 皇上 皇上病重的事 你知道了吗 你不用跟我装聋作哑 我跟你明说了吧 朝臣们都上了折子 要我把皇上废了 你怎么说呀 李中堂 太后问你话呢 李洪章 你聋了 太后 老臣的耳朵确实聋了 太后和皇上的家事 做臣子的不能语文啊 如果太后还要问 那老臣的耳朵 可真要聋了 我怕是你心里还向着皇上吧 老臣心里向着皇上 还是向着太后 您心里最清楚 好吧 上一遭你既是躲过了 这一遭我还是放过你 我看你闲的时间也够久了 广东 毗邻香港 这个地方 也需要有个靠得住的人去看着 老臣 叩谢太后隆恩 我还没说什么呢 你谢我什么呀 老臣愿意为太后 去看管梁广 是这样啊 你跪安吧 谢太后 这个李鸿章真是以老卖老了 连太后您的话都不放在眼里 他也该着以老卖老了 至于他不把我放在眼里 小李子 你自己也不相信吧 那我太多罪了 我们的政策 Yang protestiert mit aller Heftigkeit gegen das Vorgehen des Provinzgouverneurs von Shandong Yuxiang, der den Boxeraufstand stillschweigend duldet. Ein Missionar von uns wurde getötet und wir verlangen, dass die Qing Regierung Yuxiang strengstens dafür bestraft. Herr Rong, stimmt es nicht, dass Ihre Regierung den Provinzgouverneur von Yuxiang zur Berichterstattung nach Beking zurückversetzen. Inzwischen ist mehr als ein Jahr vergangen. Was ist passiert? Warum wurde er noch nicht bestraft? Ich habe gerade gesagt, dass die Kanzlerin des Kanzlerin ist mein Dachshund-Kanzlerin. Ich habe nicht mit den Kanzlerin geholfen. Sie haben nur Ihre eigene Geschäftsführung. Jusui, ist es noch etwas, was ich in diesem Fall nicht zu lösen? Ich habe nicht zu lösen, dass die Kanzlerin die Kanzlerin in diesem Fall nicht zu lösen. Wir hören, die Kanzlerin in diesem Fall nicht zu lösen. Wir, die Kanzlerin aus impedigen, die Kanzlerin, haben immer wieder mit dem Kanzlerin gesprochen. Wir wollen mit dem Kanzlerin beherrlichen Kanzlerin was erlich. Ha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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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uh, 不必烦恼夕义了吧 这就是一号的证据 我们希望你会接受各国的好意 如果本王不接受呢 我们在西方的国家 我们在西方的国家 很感兴配 很感兴配 但 跟回国大皇帝 很有好感兴配 跟回国大皇帝 再次训证 我们在这次训证 如今 传闻很多 如果 去看回国大皇帝 真的有病 如果 它会有八十分的 和避免 未来的问题 我们各国共识 可以向本国政府解释 不愉快的事情 这就是 是真正的理由 为我们想要去看回国大皇帝 真正的原因 各国都这么认为吗 不愉快表现 姿势体大 本王今日答复不了诸位 代本王请示皇太后 再给诸位个回音 送客 老爷 钢大人和徐大人 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 叫子别收 就留在门口 好 康大人 徐师 很容忠 来来来 坐坐坐 坐坐坐 这天 说凉可就凉了 就是 就是 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吗 太后让我们来 请中堂看看这个 太后让 让你们来呀 我的肚子 容忠堂 你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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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敬之至啊 我正在茅厕 卸力未竭 胡亭二位前来 急忙出来相见谁知道 疼死我了 我的肚子不容我呀 你去吧 容忠他 快 背脚 好好伺候这二位大人啊 背脚 背脚 快 准备计较 就是说呀 年轻的时候 不要到四川去 那儿的青年男女呢 风流得很 一去就不想回家了 上了孙叔呢 不要到广东去 那儿气候温和 吃得又好 去了就舍不得走 少全兄 哦 仲华 红二 把门关好 看着点 先杂人等 不要靠近 是 仲华 来坐坐坐 非常之变 孔在眼前 深夜来访 就是来请教的 仲华 何忧之神啊 徐同刚毅 带着 恭请费力的折子 还在我那儿等着呢 这一次 我怕是逃不掉了 论你我的内心 何尝不希望 太后再行费力啊 可是 中华呀 过去太后 一人能做主的事 现在不行了 一国之事 不再是一人之事 皇上变法为心 太后再次训政 虽然 你我心里都明白 是怎么回事 可 杨人明白吗 费力之事 如果真的要实行 危险万壮 各国驻北京的使臣 首先要抗议 各省的江臣 仗义声讨的 也会 大有人在 一旦冰封再起 那 渝国渝民的危害 是怎么说 也不会过分的 可你我 受太后恩情深重啊 正是因为你我 受恩深重 所以才不能做 徐统刚义 民为重 社稷次之 君为轻 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 有时候 就在你我的一句话上 特别是你呀 仲华 来了 来了 老爷 回来了 老爷 刚大人和徐大人困了 奴才已经安排他们在客房睡了 他们还真能睡得着 收好了 哎 叫醒二位大人 大人 醒醒 醒醒 大人 醒醒 醒醒 容大人 你肚子好点了 折子呢 我看看 不敢看 不敢看哪 你 你 你怎么敢 你竟敢 为什么不敢 蛙人奉一旨 命你越看此折 那又怎么样 你 你竟敢违抗太后一旨啊 明日早朝 先告你个大逆之罪 请便 被叫 老爷 天这么晚了 被叫 是 老爷 你还别说啊 听听这老世子的洋玩意儿 还真是能催眠 弄不好啊 我就在这儿睡着了 太后 要我说 您还是躺到床上去听吧 李公公 容忠堂求见 我估计着他就该来了 让你进来吧 喳 容忠堂 太后让你进来呢 奴才给太后请安 起来吧 小李子 给容忠堂看座 这 小李子 把那老舌子都给关了 喳 请太后治奴才 大逆之罪 这怎么话说呀 奴才将刚大人的 恭请费力的折子给烧了 太后当前局势 骤然实行费力 必招大祸呀 招什么大祸呀 你跟我说说 先说西洋各国 你怎么也拿西洋来压我 洋人受康梁的蛊惑 都认为皇上是英明有为之主 这可是奴才们跟他们争不清的 洋人要保皇上 太后要废皇上 将是下去 我大清 就永无宁日了 再有 就是外省的江臣们 他们 他们也有说法 太后圣明 外省江臣却有说法 李中堂那儿 他不算 李中堂一向是把洋人看得很重 张之洞什么态度啊 这是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连先给奴才发的 可随后张之洞又发来吉典 说是让把他的名字滑掉 君臣之分已定 中外之口难防 这个刘坤一 胆子倒挺大 刘 刘坤一 就那么个湖南将驴子脾气 话虽然说得过一些 总归是为了太后 他这样耿忠 倒是难得 其实呢 我在火头上 也下过决断 想把皇上废了 可究竟谁来当新皇上 即使你也不赞成 这费力的事就缓一缓吧 太后圣明 起来说话吧 谢太后 太后 杨人请求给皇上 你怎么又是杨人呢 我到底爱他们什么了 刘坤一说 中外之口难防 就让他们给皇上看看 也好堵住杨人的口啊 近日杨人得寸进尺 会出别的毛病 皇上 本来身子就弱 咱们中医能查得出病来 杨人的西医 肯定也能查得出病来 再说了 费力的是 太后记忆 这两回事 要是查出病来 倒也罢了 可是真的查出没病 那咱们就另说了 奴才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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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